作词 李宗盛 从看不管你都变清晰 想在历史记忆 刻下我的印记 要用多少力气 爱才能被允许 我们的手分开的前行 要多久才能变清明 你看见面的流星 来自最遥远几笔 找寻了几个世纪 却如此坚定不应 以星星的命运 许下了决心 你是最美的秘密 变成身边的流星 守护你所有真心 不怕路途的远距 我会降落你心底 曾经有你一起 交换回忆 变成不肯定的远距 嫁给我吧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次开始 我就爱上了你 你悄悄了 你再留住 赞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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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这样浪漫的情况 这浪漫 没有 多说起 不行的 不行的 赞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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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就说她装扮 她再怎么大没 你年龄也这么大了 真是的 就你当你还十七八呢 怎么 你嫌我年龄大了 不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 我怎么了 你是在做好事不留名 还是当慈善募捐呢 我去了医院知道了情况 所以我 所以你是在可怜我吗 你认为我夏雨昕 就是一个靠女人养的 小混混是吗 夏雨昕 你不要误会 无论出于我是你的老板 还是你的朋友 我都 对不起 我告叛不上你这样的朋友 夏雨昕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是 昨天晚上的事情 我确实是很抱歉 可是一码归一码 到底是你父亲的病更要紧 还是你作为男人的自尊更要紧 我可以找别人解释 但是唯独你不行 因为你是我夏雨昕的 算了 夏雨昕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我只是真的希望 你能够明白我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还有 不要把这件事情想那么复杂 那你让我怎么想 当什么都没发生 还是假装看不见呢 你 哪怕你不把我当做你的朋友 你就不可以把这个看作是 老板对员工的帮助 这总可以了吧 是 我不多想 我就当是老板对员工的体恤吧 不过你放心 我会尽管还给你的 夏雨昕你 好啊 随你便喽 谢谢你老板 夏雨昕 你个疯子 你神经病 可爱 我问你 你拒绝我是因为他吗 一个无耻的小混合 一个只为靠女人的小混合 你爱他对吗 也就像当初爱我一样爱他对吗 你不配吗 还怎么呀 你只是自作多情啊 夏雨昕你看看你这样子啊 你不配你知道吗 好 可爱 陆珍珍 你下次进来的时候 能不能先敲个门啊 你这大门 不是随时被我敞开的吗 好了好了 你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你必须得给周上 换一个房间 他凭什么住到我隔壁啊 换房间 我开始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你已经占了上风了 还要换房间 人家都没说什么呢 怎么又开始折腾了 我 我就是气不过嘛 就他那个级别 现在拿的片酬 都跟我一样了 还好意思 住到我隔壁 片酬的事情呢 我是管不着 至于房间 人家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是不会为你的任性买单的 这个房间 我不会帮你换的 我不管 反正我就找你 你得帮我解决 我的大小姐 我怎么帮你解决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周上那个人也是出了名的脾气怪 我可是不愿意招惹他的 还有啊 他的粉丝也是出了名的模型 要是让他们知道 我为了你 让他们的爱豆换房间 还不得在网上给我 掀个天翻地覆的 我们现在这样的生育是最重要的 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所以你得想办法呀 总会有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没有办法 要不然 你搬走 我可以给你找两 三件都没问题 凭什么我搬走啊 要搬走 也是他搬走 不搬啊 好 要么呢你搬走 要么你就给我乖乖忍着 马可爱 马可爱 你不对劲啊 这平时我胡搅蛮缠的时候 咱俩都得来几回合 你今天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啊 有什么情况 跟我说说 我呢就不劳你操心了 你呀还是把你自己的事情管好吧 我才不是关心你呢 我只是关心八卦 好啊 那你就在这里 好好的八卦一下吧 走了 可爱 可爱 你最近啊 这个一表人才领带打得好啊 谢谢 很棒啊 杨丽 马总 什么事儿 夏雨型人呢 这 马总 夏哥是不是和您闹别扭的 现在是我问你 不是你问我 夏哥说他这两天请假了 不过来 而且 而且还说这两天不回家住了 他不回家住了 对 说是想静一静 是 什么 陆珍珍排挤 周上的十大证据 这 这记者拍谁不拍谁 也是我的错 这些人 简直破履语 隐形 可爱 你怎么回到这里啊 我来追趟我的员工啊 我不是已经请过假了吗 对不起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不应该没经过你同意 就身自屈 是我应该先跟你道歉 也许 韩云冰说得对吧 我就是一个无能的人 连我自己父亲都照顾不好 夏雨昕你有完没完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 张口闭口就是韩云冰韩冰 为什么要那么在意他呢 我有什么资格在意 你不喜欢我是事实 也是我自己 硬要强留在酒店 你听好了 不是你夏雨昕要强留在酒店 是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留下来 你需要我 对 我需要你 你不是一直很好奇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吗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我在泰国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 车祸 车祸 那 我知道 我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受过什么伤 但是那以后 我身体就发生很奇怪的变化 一旦我跟任何人有肢体接触 我就会头疼男人 而且还可以看到他们一些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可知道我遇到了你 从我跟你在飞机上遇到的那一刻 一直到你来这样假冒酒店体验室 我发现不论我怎么跟你接触 我都不会头疼 也看不到你的未来 而且我偷疼男人的时候 只要抱住你 就可以得到缓解 所以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我需要你 是我自私地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那你为什么现在再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么痛苦了 我也不想再这样把你强留在我身边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 你知道 我妈妈离开了以后 我就只剩下一个人了 我一直跟自己说 要坚强 不要去依赖任何一个人 可直到我遇到了韩元斌 他让我 重新相信生活 可他突然也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 结果你又出现了 再一次打破了我对自己的规定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今天 我今天 就是想过来跟你好好地道个别 如果今天不告诉你的话 因为我怕以后 就没有机会了 夏一仙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 在第一次遇见你 我还装得很聪明 虽然心灵有谁敢依 也放晴 忽然我变得担心 留下匆忙的脚印 留下匆忙的脚印 但被自孤独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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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 我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 是我在冲筒了 我实在冲筒了 我实在冲筒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既然你说 我可以缓解你的头疼 那么在你权益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这样对你不公平 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的 还好 完美 现在明星助理的待遇 都这么好了 还豪车接送 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 这马可爱跟夏雨昕 怎么一起不接电话呀 要消失怎么一起消失了 这关键时刻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陆珍珍啊 陆珍珍 这回你可是真的在了 可是好奇怪啊 为什么会惹上马可爱跟珍珍呢 不对不对 一定有问题 难道真的如周上所说的 陷害我的人不是他 而是另有情人 有别的目的 不可能 不可能 周上跟我不共戴天 怎么可能不是他呢 马总你看 那个人是郭宇吧 好像还真是他 我告诉你 你注意一下他旁边那个女人 这俩人绝对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那也是人家的私事 不给咱们管啊 私事 我尊敬的马总 如果我跟你说 这就是过于所说的第三方公司 你觉得还是私事吗 什么意思 要么是巧合 这个女的刚好就在这栋楼工作 要么 这个女的本身就是第三方公司的人 这也就说明郭宇 她和第三方公司还是有联系的 又或者说 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那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的话 就只能再麻烦你去查查了 这么说 你是同意我留在酒店了 并且原谅我刚才的行为 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严总能跟JR签合同 的确是意料之外 我没想到 司机 事处理好了吧 车祸 解决了没有 已经解决了 绝对没问题 车祸也只能按照交通意外事故来处理 别大意 我现在不管交给你什么事情 我怎么总是不放心呢 您放心 就算郭宇再不激 还有琳达 出不了问题 其实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对我们更有利 陆珍珍的代言 感觉要忙了 现在网上都在交差滚住娱乐事了 我也看见了 那你该利用的就可以利用啊 严总签的那个合同啊 就是鸡肋 气不了多大作用 明白 这么说 你原谅我了 那我还能怎么办 打死你吗 你们俩干什么去了 怎么都不接我电话啊 你们俩 不会是去约会了吧 没有 没有 我手机没电了 我手机没电了 这么默契啊 我不相信 手机给我拿来看看 看什么手机 看什么手机 这里人这么多 不怕偷拍你啊 我已经丢人丢大了 怕什么呀 怎么回事 什么又丢人了 反正就是我 人生从此有了污点了 行了你 长话短说到底怎么了 你们真没上网啊 反正就是网上的各种 扒皮铁呀 键盘侠呀 都大规模的冲文来了 你们看看吧 就有一种不把我逼退娱乐圈 就不罢休的趋势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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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陆大小姐滚出娱乐圈呢 你还挺高兴的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啊 还不止这些呢 除了周上 肯定还有其他人想针对我 还有人 陆珍珍 我就说说你平常那个嚣张的样子吧 你怎么竖定那么多啊你 你看看你看看 你好好看看啊 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矛头呢指向GR了 说我呢 跟你在GR已经串通好了 一起欺负周上 你说说啊 这周上从头到脚 哪一点像被欺负的人设 怎么想的 还有啊 就像这种全网黑一定是有预谋的 虽然周上吧 他确实有点狠毒 但这种全网黑 不像是他能干出来的 肯定还有其他人想针对我 我倒觉得 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你的 这还不针对我啊 陆珍珍 你先不要被周上气昏了头脑 你想想看啊 你现在除了是个大明星以外 你还有什么身份 你是我们GR酒店的代言人 一旦你出了什么事情呢 就一定会殃及到我们酒店 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呀 就是故意要借你跟周上的行为 扩大化这件事情 实际上针对的是我跟GR 马可爱 你是不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啊 什么被迫害妄想症啊 这样 你先去找你的经纪人 想办法摆平这件事情 我们GR一定会全力配合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点 这件事情 还是要周上的配合才行 周上 他能帮忙就出轨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看看 你陆大小姐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喽 你没搞错吧马可爱 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GR好 我知道啊 我没搞错 我怎么可能去找他呢 要是实在不行的话 我觉得我们GR就只能 换代言人了对吧 毕竟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说说看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 有固定粉丝 有恋爱粉 形象又比较正面 惹人疼的 我觉得周上好像还可以啊 嗯 我觉得呢 反 反正这事不能这么办啊 我跟你说 加油 我说你啊 还是赶紧搞定自己吧 加油 哎 哎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快 这段时间 酒店的销售部门有点乱 酒店的入住率下降了 我觉得有必要 给这个销售部门开个会 稳一下人心 嗯 销售和市场息息相关 这个会议你来安排吧 嗯 还有宋总最近跟我们谈了个大客户 是海外的旅行社 后天的时候 我约着他们去谈一下 嗯 这个你们市场部自己负责 我只要结果 然后 看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你说什么 昨天我找你 可是一直没有见到你 直到晚上的时候 我看到你和夏雨型 韩远斌 我们现在在讨论工作 何况 我的个人私事 也没有必要向你交代吧 是 我知道 那天晚上 我解决是冲动了 好了好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先出去吧 我真的有点累了 可爱 你是因为我打夏雨型的事情 而生气吗 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提了 你现在负责公关部 还要协助赵总负责市场部的内容 餐饮部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过问了 我会找人负责的 你说的负责人 是夏雨型吗 马董 我们又查到了 好 好了 你先出去吧 我们还有事要谈 好吧 马董 马董 提案例查到了 郭雨的那个女人叫琳达 确实是新业公司的负责人 而且和郭雨是情侣关系 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 非常非常可疑 简单来说 琳达可能只是郭雨的地下女友 地下女友 你们有证据吗 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 郭雨永远在所有人下班的时候 才去找琳达 而且 带着她约会的地方 永远是离市区很远 也从未让琳达出现在她的朋友圈 那郭雨 为什么要隐瞒两个人的关系呢 一 是害怕被酒店发现 二 郭雨可能还有其他女友 你这个逻辑 是不是有点太想当然了 马董 没有比男人更了解男人了 有个这么漂亮的正盘女友 谁还不天天学着 可是如果他们两个 真的只是谈恋爱 但是又想查他们背后有问题 还是会有些麻烦吧 一定会有破绽的 你放心 我们两个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要想找到破绽 必须先打乱对方的正教 对 陆珍珍的事情也已经有线索了 这样 这件事情你先去查 郭雨那边的话 先不要打草惊蛇 陆珍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你就先顺着这条线 赶紧去办吧 珍珍姐 你找我 上个月你说要涨工资 我给你涨了一千块钱 够花吗 够 够 那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呀 没有啊 怎么突然这么晚 钱也够花 家里也没出什么事了 那你为什么吃里爬外 我没有 我 还说没有 梦陈珍 还是 不是 这个珠迪问题果然很大 这名牌的级别都赶上 陆增人本了 还有跳槽合同 我真沒想到會是你啊 這麼多年我待你不薄吧 你提什麼要求我都答應你 你說漲工資 我沒有一次說不行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為什麼 陸珍珍 你說為什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給我那些所謂的小恩小惠 是因為那些東西都是你不喜歡的 你不要的 你給我 是因為你從來都看不起我 我告訴你 我陸珍珍不要的東西 那也都是好東西 而且那些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用過呀 我給你那是因為我跟你親 不領情的罷了 怎麼能反映我一口呢 陸珍珍 你這個人有多難伺候 你是不是自己不知道 你那麼多亂七八糟的習慣 全部都要讓我記得 你熬夜看劇本也不讓我睡覺 給我漲工資 每次都要我提了才給我漲 你身為我的助理啊 你了解我的生活習慣 這不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嗎 我熬夜看劇本讓你陪著我 那是因為有的時候 我需要你幫我搭一下詞 我向來起的就晚 就算我起早了 我休息的時候 我都讓你自由去活動 你可以補教啊 好 工資 真對不起啊 我還真就不了解行情 那你每次說 要加工資的時候 我二話都不說 全都給你加了呀 我怎麼就養了你 這樣一個白耳狼 你怎麼會有這些照片 你被人家收買 我就不能收買別人了嗎 我 行了 我告訴你 你被解雇了 陸正真 你要是再敢做出什麼事情的話 我就告你 滾 氣死我了 氣死我了 你先別忙著生氣 我上次讓你去找周上 你找了沒有 我 沒有 陸正真 我可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你自己看看 你的事情 對我們酒店造成了多大的影響 你自己看看 你看看這個預訂的時間 跟退房的時間 這完全屬於惡意退訂 也就是說故意鎖房 讓我們酒店的入住率下降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自己看看 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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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 说什么酒店服务差 卫生差的长微薄扒皮 现在好了 你们女性之间的 内部矛盾 直接被这些 莫名其妙的水军 将风向引导到了 我们的酒店 这也太过分了 所以你还不快 去找周上 我 我刚才已经和夏雨昕 商量过了 虽然现在 已经把你的助理 揪出来了 但是这些键盘侠 肯定会选择性地无视 所以呢 就算你把助理挂出来 他们也会说 这就像是 临时工一样的替罪羊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没有 我和马总都认为 要想解决这件事情 必须先从周上入手 才能解决酒店危机公关 而且 也是最有利于你 挽回自己去将的 危机公关 必须要去吗 必须 肯定要去吗 肯定 要不然的话 我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我去 是这样的 马总 这次陆珍珍和周上事件 对酒店的影响非常大 恶意退订 对酒店造成了 非常严重的影响 我们必须 尽快拿出 真的性的决策来 是啊 马总 现在公关部的压力也很大 韩元宾今天 之所以没有来参加会议 就是临时去联系各大媒体 消除影响 现在我们的股东 也都人心惶惶 也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都需要韩总去安抚 马总 最近新闻报道 对JR非常不利 很多员工都人心浮动 我们只能尽量地去稳住大家 辛苦各位了 你们刚刚说的问题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 现在呢 我跟周上还有陆珍珍 都已经达成了一致 这次对于我们JR酒店的影响 我们会一起来解决 马总 您确定吗 他们两个人水火不容 这酒店大家都知道 别到时候弄出了动荡的乱子 就更加没法收场了 别着急嘛 本来也没有什么大事 既然马总已经表态 那就让他去办 只是 马总啊 此事关系重大 危机公关的力度 恐怕要加大 宋总说得很对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关乎重大 所以不管之前陆珍珍跟周上 有再多的个人恩怨 这一次也必须要放下 这件事情 我个人会全权负责 全权负责 您的意思是 陆珍珍现在不仅是我们的代言人 她同样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一旦这件事情出了什么问题 责任我一个人来承担 快点 我跟你说啊 这不仅关乎着这样 还关乎着马总 你要还当马总是你的闺蜜 你就赶紧给我安门了呀 我知道 知道 我 你下雨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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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珍珍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竟然 się伤τ Co- này 什么样 当然了 虽然有点难以置信 但是我既然说出来了 我就能 我说不用了 就算今天你什么都不说 我也不需要你弥补什么 那 那 那你要什么呀 我为什么 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给 那不然 以身相学 这 我喜欢你 我 Tolki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别别别 有然后 有然后 然后 然后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啊 你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清啊 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呀 我就说你陆珍珍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啊 因为我这件事情 影响到我好姐妹了 就是这个质押也被扯进来了 我跟你说啊 肯定有人想陷害质押 才利用了你 激将法对我没用 我说你能不能说重点啊 重点就是 你跟我握手言和 打败这个谣言 给我一个帮你的理由 理由 嗯 算了算了算了 我就知道找你没有用 自讨苦吃 陆珍珍 好 那个 我生日那天想在 这样办一个粉丝答谢会 嘉宾嘛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你请我当嘉宾 我只是惊讶好奇 你居然也会求人 就是因为 惊讶和好奇 不然呢 就这么简单吗 不需要我做别的什么 好 好 对 喜欢的 费哥 我 费哥 费的 你 刘 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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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还亲自上门指导 我这不一向很平易近人吗 等一下 你怎么也躲着我 躲着你 你刚才还用了一个引子 在可爱那边又碰钉子了吧 我真不明白了 我们之家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她现在甚至非常地讨厌见到我 那也不至于 就是你跟夏雨昕相比呢 你比较无聊 没那么可爱 又是夏雨昕 她算什么呀 她不算什么 但她跟可爱在一起的时候 可爱就是开心啊 昨天我还看见他们俩在一起 又说我笑的 虽然我挺生气的 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人还和气火来 一个鼻孔出气 欺负我 昨天晚上 她们果然在一起 是啊 给他们俩打电话 谁都不接电话 袁彬 你要是对可爱还有意思的话 你就加把劲儿 然后呢 夏雨昕 就是我的了 嗯 嗯 来 夏雨昕 我 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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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我 你 轻弱的雪花 飘在我心上 和我一起融化 狼狈不堪的人 在孤独的分岔 口无挣扎 很快到终点了 能让你停下吗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没有终点的乘客 听见离开的太多 如果拥挤愿意快乐 遗忘寂寞的时刻 有谁等敢诉说 该怎么说 才靠近我 我们直接 永远留下空格 也许我们是乘客 需要慢慢去懂得 爱像你搬成土列车 危险时候互相拉扯 曾经窗外的景色 如今只有我不舍 说过永远却走散了 在谁剩下我一个 不舍得对着空气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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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得对着空气诉说